大家好,爱吃一对小猫君和大家见面了 韩国女星宋慧桥受岁以模特身份踏进演艺圈 出道多年演过无数影视剧 22日宋慧桥迎来42岁生日 虽然低调度过,不过仍收获不少好友的祝贺 其中就有造型师好友意外曝光宋慧桥的陈年校服照 根据校服推测,当时宋慧桥还在念小学 整身穿运动服,一脸无辜的望向前方 她的五光和现在差别不大,看得出来是母胎美人 宋慧桥低调迎接42岁生日 不过仍在Staygrim的现实动态上分享好友送来的祝贺 其中就一位化妆师好友意外曝光宋慧桥小时候的照片 只见照片中,宋慧桥身穿一件运动服 绑着马尾,戴着一顶宽颜帽 一脸无辜的望着前方,嘴唇嘟嘟,表情相当可爱 宋慧桥是有名的美人,小时候的照片曝光 五光跟现在区别不大,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位母胎美人 此外,52岁身材依旧活达的韩国国民影后金慧秀 作为宋慧桥的超大咖闺蜜 为宋慧桥准备了超大数粉色玫瑰 而被封为韩国国宝金女星的宋允儿 则送来一大盆满满的柑橘 宋慧桥的好姐妹们也在社交网站上 晒出了她们一起为乔妹轻生的多张精彩photos 光看着就能感觉到她们的友谊深厚 让人好生羡慕 头戴皇冠的乔妹美颜动人 她和闺蜜你弄我弄的抱在一起 还有她的爱狗Robbie送上狗狗祝福 实在是太暖心了 此次生日会究竟有多温馨 乔妹和好闺蜜之间都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拉开序幕带着笑容 一起来看看吧 视频中 圣主休闲打不担宋慧桥 与闺蜜坐在房间里有说有笑 她们你来我往 搂抱在一起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光从这个画面就能感受到 宋慧桥在这一次的生日会上 是多么开心 和知心好友在一起筹备生日派对 即使规模不大 但是能够感受到朋友们真挚的祝福 对于她来说已经很知足了 宋慧桥和闺蜜你弄我弄的互动模样 实在是太有意思 她们鸡掌 笔心 摆出各种有趣的pose拍照 宋慧桥眉开眼笑的 笑容温柔甜美 真不过是一双好姐妹呀 她们之间的感情明显非常好 这一位宋慧桥的生日会 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 宋慧桥的其他朋友 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她与 爱犬Ruby的多张合照 只见乔妹抱着自己的狗宝宝Ruby 温柔的坐在餐桌前 两人都目不转睛的 顶着面前的美食看 Ruby这小家伙真的是太听话了 她趴在宋慧桥的怀里 一动不动 眼巴巴的看着美食 却一点没有闹的 满脸都是对主人的爱意 宋慧桥也由衷的 爱着这只聪明听话 又可爱的大狗狗 她抱着Ruby 脸上挂着温和甜美的笑容 真的好幸福的样子 人和狗之间最贴心的友情 也为宋慧桥平添了一份温馨与欢乐 当然最让人瞩目的 还是这次生日主角宋慧桥本人 他带着皇冠坐在主位上 双手脱腮 脸上洋溢着幸福美丽的笑容 整个人看起来犹如个女王 宋慧桥生来就是交点的存在 即使在朋友堆里 他也是最独目的那一个 头顶皇冠 更是为他增添了些许高贵霸气 让人忍不住想象 他这一最诚挚的问候与祝福 尽管这次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日party 但朋友们真正的祝福 以及跟闺蜜 爱犬相处时的快乐 这就是宋慧桥最在乎的 他这一天 过得多么开心呀 希望他往后每天 都能像个公主般 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的 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 宋慧桥这个女神 不光长得美 性格也超好 他的知心好友和爱犬 也都是超有爱 超会关心人的 有网友说 光看着宋慧桥跟闺蜜的互动 就感觉他们关系非比寻常 还有网友说 宋慧桥和Ruby的画面 实在是太治愈了 狗狗的眼神 满满的都是爱 也有网友说 头大皇冠的宋慧桥 真是漂亮极了 女王范十足 1981年出生的宋慧桥 成长在一片父母争吵的氛围中 父母立业后 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生活并不宽裕 尽管家庭拮据 幸亏有严严的经济支持 与出生普通家庭不同 宋慧桥与15岁 参加了Smart模特大赛 获得大奖 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 从此他名声大噪 作品评出 风生水起 年纪19岁时 在蓝森生死恋中 扮演恩西 获得广泛赞誉 然而他背后的成功 并非没有代价 在黑暗荣耀 获得青龙奖后 他面对镜头的神情 变得复杂 不再是以前 青春少女的模样 而更像是 新剧中的阴暗女神 离婚后 宋慧桥的生活一片低谷 名誉扫地 远走他乡 寻找新的生活 尽管他一度备受煎熬 但他并未能为 命运的俘虏 韩国女星宋慧桥 2017年 与宋仲基结婚 郎才女貌 是演艺圈银色夫妻 没想到短短两年就婚变 黯然离婚 时隔三年 宋仲基爆出新恋情 和英国圈外女友栽婚 也在今年 迎来两人的孩子 近日 两人个别纷纷出席活动 望又对比两人状态下傻 直呼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宋慧桥近日 受品牌邀约 飞往新加坡出席活动 当天 他身穿一些 典雅水蓝色礼服 白皙皮肤 与浪漫黑卷发 相互衬托 不仅举止 优雅大方 却连气色也是相当红润 而身杂官里有加的他 一双细白长腿 与纤细弯腰 更是让人眼睛 一秒都舍不得移开 整个人撞他 看上去极佳 网友看完后 大赞宋慧桥 保养得超好 也挖出宋仲基日前 出席活动的照片 年纪小 前妻将近四岁的他 脸部日渐圆润 脸部线条 也不如过往流畅 当天 宋仲基 但仍掩盖不住他的眼下凹陷 卷容全被画面捕捉下 脸上的胶原蛋白 似乎也不如过往 粉丝对比两人状态和大叹 不知道为啥 感觉宋仲基突然没那么帅了 只想看太阳的后裔 迷得我半夜等更新 宋仲基怎么长成这样了 宋慧桥真的很美耶 南宋可能月子没做好 老得好快 南的是吃胖了吗 当时看剧的时候觉得挺帅的 我乔吃方福记了 真的太美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宋仲基离婚后 少年感没了 韩国知名女星宋慧桥 在今年凭借复仇神剧 《黑暗荣耀》 获得第59届白相艺术大赏 事后 让事业再重新高峰 宋慧桥坦言 在《黑暗荣耀》之后 我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工作事业 并且说到自己算喜欢演戏 但到了某个时间点后 因为固定人设的戏约不断 让他自己都厌倦了演戏 也觉得观众们会感到无趣 《黑暗荣耀》对于宋慧桥来说 是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没有到达家庭母爱 更遭到严重校园霸凌 为了复仇计划 不惜舍弃一切的文童银 让他重新找回了热情 表示 透过这部类型不同的作品 我的表情 对话的语气 都有了不同的改变 让我能够找回在演戏上的快乐 并开始期待 能够在不同类型的情况下 看见自己全新的一面 因为很多时候 宋慧桥总是演出爱情剧 其实还有很多角色没尝试过 因此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会更想演出恐怖片或惊悚题材 对于反派也很有兴趣 另外宋慧桥也表示 自己有追过王霍伞下 坏妈妈和车针书医生 甚至自己看的时候 还曾被演真话的演技感动到哭 不过霍将以后 他并没有急于拍戏 反而想慢慢的挑选剧本 找寻好角色 近日虽然没有禁组 但会参加品牌活动露面 甚至经常在IG上 与粉丝分享日常 即上次和韩少席互动后 这次晒出的出游照 吕瓣 居然是大他12岁的影后 金慧秀 宋慧桥近日晒出一系列出游照 并且吕瓣 让网友都惊讶 是拿下韩国影后大蛮观 还被封为青龙奖女神的金慧秀 两人又四交 大家都意想不到 不过看着配文中 宋慧桥亲密喊对方子字 加上照片中的互动 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两人的好感情 照片中 宋慧桥和金慧秀 是在江源道展开旅游 合照中 两人穿着休闲 在公共场合也没有遮遮掩掩 反而大方在镜头前 秀出真实一面 逗趣的拍照姿势 也能看出影后私下没有架子 面对宋慧桥和金慧秀的私下交情 除了网友粉丝多惊讶 连韩美也以 顶级明星的友谊之旅 作为标题来报道 我让你改变了 好 感谢观看